好,我们编辑完这个新的makefile以后呢,看一看运行效果 他告诉我们说,没有新的事情可做,是吧 那我们看这个图,我们要让这个myboot重新编一遍怎么办呢 它依赖于这三个依赖 那么我们可以先做一个简单一点的事情 就是说,更新一下myboot.lds这个时间 把时间更新了,比它新了 然后它就会去执行下面的命令 好,一般的做法呢,最简单的做法就是vi myboot.lds 然后呢,这里加一个空格,是吧 加一个空格,然后保存一下 这个呢,这个时间就更新了 然后再打一下make 它这个三句话全都运行了,是吧 好,那么我们做的稍微复杂一点 接下去我们不去动这个lds文件 这个就等于去碰一碰那个文件 这就是只把它的时间更新到当前时间 而别的东西全都不动 好,touch,点它一下 那么它的时间已经更新了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make 你看,它第一句先运行 把那个mystart.s编译一下 对吧,编译成mystart.o 然后呢,后两个文件不变,不去动它 然后把这个三个文件组合一下 用一个ld链接成一个myboot 然后一二三下来 对吧,很清楚的一个逻辑 好,那么接下去我们要讲 本阶段的makefile的最后一个知识点 也就是关于自动化变量的相关知识 好,我们看一看我们刚才这个makefile 我们来看一看 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改进的 那么所谓可以改进 就是说还有哪些工作量是重复的 我们可以把这些重复的工作量给去掉 那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makefile 可以看见这个mystart.o 就从mystart.s生成到mystart.o文件 这个也是.s生成到.o文件 那么假设我们有大概十几个文件 需要链接成一个myboot 难道我们要打十几行这种 从.s到.o吗 这个不是类似,是吧 所以呢,makefile帮我们已经想好了这一点 所以使用一个叫做自动化变量的一个概念 好,那么我们先看一看什么是自动化变量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三个最常见的自动化变量 那么我们这里在这个例子当中呢 或者说在这个实验当中呢 也就用到这几个常用的自动化变量 其他的一些不常用的自动化变量呢 我们以后碰到再讲 那么如果现在讲了呢 可能你没有太深的印象也记不住 是吧 好,我们主要目前来讲这三个自动化变量 一个是Dolas 一个是Dolas小鱼符号 还有一个是Dolas这个上行件 好,那么DolasA的意思就是指所有的目标集合 目标集合 就是前面的像start.o,这些.os.o的这个目标 然后Dolas小鱼符号呢 是指所有的 依赖 或者说是依赖文件中的第一个文件 第一个 那么如果依赖是一个模式匹配的话嘛 那是就匹配一系列的文件 这个模式匹配等会我们再说啊 那么这个Dolas上行件是指所有依赖文件的结合 那么这个自动化变量呢 一般经常跟模式匹配放在一起用 如果你不用模式匹配呢 自动化变量也用了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那么模式匹配一般来说 以简单理解就可以理解成为一个百分号 就是模式 就像Dolas里面的新典什么东西 Linux里面的跟政策表达式还有点区别 就是把它理解成为以前Dolas里面的 或者说是命令行下面的一个典型 比方说我百分之百分号一个.o 那么它的意思就是指在当前目录下 所有的.o文件 那么如果我是百分百分号.s这个表达式 就是指当前目录下所有的.s文件 那么好了 那么在我们利用这个模式匹配和这个 和这个就自动化变量相结合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可以写出非常简略的makefile 就不用写这么很冗长的一大段话了 那么这个比方说这个可以怎么写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把这个.o文件全部归并 归并成一种模式匹配 写成在这里写成百分号 这个上面是那个知识点啊 我过去管它 写成百分号.o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目标 就所有的.o文件都是这个目标 然后它的依赖是什么呢 再用一个模式匹配 注意这个冒号一定要有啊 然后就是这个百分号.s 就是所有的依赖 那么接下去我们怎么抽象这一句命令呢 把这个命令用这个自动化变量来表示呢 那么前面不变 Linux.gcc 然后一个-c参数 是吧 不变 这个东西每一个是变的 那我们来查一下 那依赖中的第一个文件 那么我们这里就可以写成 Dolas小于号 那么这一句话就等于若干句 这个你详细的.s到.o.s.o 也就是说在这个例子里面 这一句话的模式匹配 就等于这两句具体的话 那么我们把这个文字打进去 看一看它的运行效果 好 那么我们在makefile中 把前面这些话全都注释掉 打上我们刚才那句 模式匹配的自动化变量语句 百分号.o 匹配什么呢 它的所有的依赖是匹配 百分号.s 然后它的命令 注意这还有tab arm linux gcc 然后-c参数不变 这里用一个自动化变量 Dolas小于符号 就等于去找第一个依赖文件 就等于去找这个 my start.s 或者my low level init.s 碰到哪个点 我就找哪个点s 好 那么我们这里 保存退出运行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我们运行一下make命令 现在还是无事可干 是吧 那么接下去 我们touch一下 我们刚才需要编辑的两个原文件 一个是my start.s 再touch一下my low level init.s 好了这两个文件已经是时间已经到最新了 然后呢 我们再输入一下make命令 一看 诶 这两句话 自动帮我们全都把这个点s文件给匹配出来了 并且自动生成了一个相应的点o文件 然后呢 再把这三个点o文件 链接成一个elf格式文件 下面这三句都是一样的 是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 dolus at 这个目标集合的自动化变量 可以怎么用 是吧 刚才你这个dolus小一符号已经会用了 这个dolus上行件呢 跟这个小一符号意思差不多 只不过一个是集合 一个是第一个而已 好 那么我们这里还要扩展一下 我们的gcc的编译的知识 刚才我们用的那句命令 arm linux gcc 然后-c是指不编译不链接一个mystart.s 是吧 自动生成了一个mystart.o 那么如果我要指定 它输出某一个特定文件 我不要mystart.o 比如说我要 我要它输出成my 就是随便起个名字 mys2.o 好吧 那么这个命令行就应该这么打 gcc 我指定一下-o 生成一个my s2.o 然后呢 继续只编译不链接 -c去做一个 mystart.s 这样的一个命令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个命令行 好 这个mys2.o就生成了 是吧 它是基于这个mystart.s生成的 那么这个mys2.o就可以在我们的makefile里面用成目标的自动化变量 好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第二个自动化变量 dollars.s 用进去看一看这个可以怎么写啊 往下 模式匹配继续不变 在这里可以显示出来 模式匹配还是写成这个前面就就是就是分割了啊 模式匹配仍旧写成百分号.o 匹配所有的目标是.o文件 那么所有的依赖匹配成相应的.s文件 然后运行命令行armlinux.gcc 第一个你记得吗 我们-o要输出是吧 这里我们将它输出还是相输出相同文件名的.o文件 也就是说mystart.s 我们还是让它输成mystart.o 就是相同文件名的.o文件 那么这里就可以用到一个我们的自动化变量 就是dollars.at 就是-o mystart.o 然后呢是那个原文件就用的是依赖的自动化变量 就是mystart.s 然后这里输出一个-c参数 这个-c参数和这个dollars小一符号 这个正过来写反过来写都一样 这个gcc都是认的 好 那么这一句话就构成了我们全部的匹配 从依赖到目标全部完成了一个自动化的匹配 好 那么我们把这句话打进去看一看运行效果 好 继续编辑我们的makefile 把这一两句都注释掉 然后用我们刚才的最新一句一句 其实这句可以不注释 算了 松心打一下吧 摆封号 点 欧 冒号 然后摆封号 点 s 然后它的命令行是arm linux gcc 然后-o输出什么呢 输出一个自动化变量就是全部所有目标的集合 然后呢这个用-c参数 输出这个输入所有依赖文件的集合 然后用一个-c 当然你这样写也是可以的 比方说-c -c 然后 多拉斯小油号 那么这样更清楚一点 是吧 这个其实都一样无所谓 好 我们退出一下 看看运行效果 这打一个make命令 哎 它根本说无事可干 是吧 然后我们touch一下 mystart.s touch一下mylowlevelinit.s 好了 再次运行我们这个该写好的make命令 哎 看到这两句话吗 把这个目标和依赖全都匹配出来了 这个是mystart.o就匹配这个dollarsat mystart.s就匹配这个dollars小于符号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现在这个这个最新版本的makefile里面 就用了这一句模式匹配的话 就生成了这两句命令 那么如果我在这个文件夹下面有多个.s文件 那么就会自动生成多个这样的 amlinux.gcc-o-c命令 是吧 好 那么理解了这个模式匹配和自动化变量的概念以后 那么基本上这个youboot的这个整个makefile 你如果自己去看 80%的内容应该可以自己看懂了 那么还有20%的内容呢 一些不太常见的命令呢 等我们以后全面讲解makefile的时候 再扫一遍 你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基本上都可以理解整个youboot的架构了 那么如果你比较心急的话呢 现在可以尝试着先看起来 带着问题去看 以后发现问题 可以听我们讲解的时候 再扫掉那些问题 那么你对这个makefile的印象 基本上就这辈子都忘不掉了 好吧 那我们最后再来改进一下我们这个makefile 就是加一个clean的目标 或者说clean的为目标 那么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目录下面 有除了那个生成的elf文件 bin文件 16k文件 还有很多.o文件 是吧 这些都不是原文件 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生成的过程的中间文件 那么我们想把这个目录给清空 只剩下我们一个干净的原文件的环境 那么我们可以再次就是建立一个尾目标 叫clean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手段 把这个工作交给clean 这个自动的尾目标去完成 好 我们打开makefile进行编辑 下面声明一个尾目标 phony 然后clean 是吧 这个当然了 这个点负列我还是说过了 可打可不打 那么这个就是最终的目标 最终的那个目标 尾目标clean 下面呢 用删除命令 arm 然后呢 心.o 是吧 所有的 所有的.o文件都删掉 然后呢 这个arm myboot 这个elf文件给删掉 然后呢 myboot 这个点bin文件也删掉 然后myboot 然后myboot.16k 这个文件也删掉 是吧 所以不能用myboot.新 这样的话 你会连那个.lds链接文件也删掉 这个就不妙了 是吧 最后呢 加一个-f参数 为什么加-f参数呢 这个是arm 就是删除文件的一个 一个命令的一个命令行 就是说 如果你不打这个-f参数啊 你在这个文件 如果他没有找到这个你指定的要删除的文件 他会抱怨一下 说这个没找到 那么-f的意思就是force 强制删除 就不管有没有 你都给我删掉 你不要给我废话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编辑好了这个clean目标以后呢 我们再看一看运行效果 make 这个要指明这个目标是clean c-l-e-n 好 他跟我们说运行一句全都删掉了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看一看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干净的原文件环境 当然这个jmyboot.sh 是我们刚才出于教学用的一个 这个bash文件可以删掉 这个 哎 下面我们做出一个mys2.o也删掉了 是吧 那么剩下的这些都是我们确确实实要用的原文件 好 最后我们再补充一下makefile当中变量的一个概念 那么其实这是个很简单的概念了 这你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在makefile的变量呢 一般我们不太常用这个 不太用等号这个东西 在我们c语言当中想用等号的时候 一般在makefile当中用冒号等号 这个符号来表示 makefile当中的这个等号 它用起来比较麻烦 它会那个去循环去索引一些东西 比方说你a等于b是吧 然后b等于c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a我们在c语言当中很清楚 如果这个时候b有值的话 那么我b的值就会附到a里面去 然后下面b的值发生变化 不管这个a还是当初b的值 然后c再到b里面去 但是在makefile里面这个等于符号呢 它会去循环递归的去找这个值的内容 也就是说当a等于b的时候 它先不复值 它下面去找 等找到b等于c 就是这句运行 不叫运行完吧 就是这句扫描完 它最后判断出来a等于c 也就是最后会把c的内容写到a里面去 所以除非你确信 你不会发生这种交叉 所谓的这种混乱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 你想用c语言里面的那种等于符号的含义的话 你还是用这个冒号等于比较好一点 那么我们来改一下我们的makefile 最后把它生成一个变量 是吧 可以这么来做 打开makefile 那么最后声明一下 把这个cc等于 或者说应该是冒号等于是吧 armlinux gcc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就不用不用这个armlinux gcc了 然后就用变量了 变量名了 对吧 退掉 它引用变量名 需要用个dollars括号 dollars括号cc 好 这个就等于把dollarscc 就等于把上面这个变量展开 放在下面这里 变成armlinux gcc来使用 好 那么讲到这里 关于makefile的一些基础知识 就已经全部讲完了 也就是说你对makefile 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概念了 现在你再去看那本陈浩先生写的 跟我一起写makefile这个文档 那么就应该可以比较顺利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可以看下去了 那么看完那篇文档以后 如果你想对一些细节再做一些更深入的学习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推荐你去看GNUmake的文档 那个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会在文档里面写清楚 那么如果你英文不太好 或者说你想看一些人写的书的话 这里好像有一本中文版 你可以顺便看一下 叫一本中文版叫GNUmake 好像是make 项目管理 这本书 你也可以有经历的话 可以去涉猎看一看 好